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9月29日表示 民主党将提出一项决议 以在12月初之前为政府提供资金 参议院最早将于当日对此采取行动并投票 避免政府停摆 舒默称此项决议包括在9月30日后 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资金 参议院可以迅速批准这项决议 并将其发送给众议院 以便在9月30日提交给总统办公室 舒默表示 一旦决议通过 国会仍需要解决扩大债务上限的紧迫问题 9月28日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关于阿富汗撤军的听证会上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吉表示 8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 造成1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他对此负全部责任 麦肯吉称 他根据地面情报采取了相关行动 但不幸的是此次行动出错 他表示 袭击事件仍在调查中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听证会上表示 28日有21名美国公民 及其家属从阿富汗撤离 目前 仍在阿富汗并有意离开的美国公民 少于100人 另一方面阿富汗塔利班29日发出警告 如果美国不停止让无人机入侵阿富汗领空 那么美国将承担后果 并称这类行动已违反所有国际权力与法律 洛杉矶县监事会9月28日投票 保留了一些驱逐保护措施 延长了商业驱逐禁令 至2022年1月31日 但针对普通居民的驱逐禁令 将不再被延长 洛杉矶县监事希拉库尔建议 那些受到租金困扰的洛杉矶县居民 应该迅速行动 申请加州的租金减免计划 此外 监事会还扩大了对租客的法律援助范围 以便租客在受到房东不公正的驱逐时 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两天后 加州的驱逐禁令就将到期 租户权益倡导者一直警告说 驱逐禁令失效后 遭驱逐人数会急剧增加 与此同时 一些监事会成员认为 现在是重新评估驱逐保护措施的时候了 因为房东也在遭殃 另一方面 洛杉矶历史上最大的无家可归者住房开发项目 于28日破土动工 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总计382套公寓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月28日表示 593名员工 由于未能遵守该公司的新冠疫苗接种规定 而面临被解雇 美联航8月6日成为首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的航空公司 并要求员工在9月27日前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截至当日 美联航6.7万名美籍员工中的绝大多数都提供了疫苗接种证明 由2000名员工基于宗教或医学原因申请免除接种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斯考特·科比和总裁布雷特·哈特28日表示 做出解雇的决定极其困难 美联航要求全员接种疫苗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确保人员安全 9月29日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最终结果出炉 前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以257票 在第二轮决选投票中胜出 根据日程安排 胜选者会在当地时间29日18时 与日本自民党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届时将会对今后的政策等问题进行说明 按计划 日本将于10月4日召开临时国会 岸田文雄预计将通过首相执名选举 接棒菅义伟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 日前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称 近期 一些美容带广告 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 诱导超前消费 超高消费 涉嫌虚假宣传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造成不良影响 广电总局决定 自即日几 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试清机构 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带及类似广告 中国政府相继出台对医美行业的监管政策 令医美股票指数较今年高位 以下跌28% 休息后 即日子昌 平台一徂停止播出美容带 控制明 充分 управ 适合 大家 uns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